来一杯红酒一样的 谢谢 好的 不用了 我开车 给我一杯气泡水吧 好的 先稍等 还记得这里吧 记得 以前跟君爹经常来这儿庆祝 记得有一年情人节 我买了一瓶红酒一起庆祝 你那个时候说 不要打开它 要留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那瓶酒应该还在你那儿 您好 你的气泡水 谢谢 你现在是换了一个套路是吗 把我带来熟悉的地方 好让我触景生情 可不可以不这么想我 我就是想找一个 大家都熟悉的地方 好好聊聊 这是我给你找的律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公司有律师 你误会了 这个是离婚律师 离婚律师 我是觉得刘青那个人看上去很麻烦 所以我特意找了这个律师 他非常有名 专门可以处理这种案件 你不用担心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离婚了 你不会 你不会心甘情愿想一辈子跟这样人在一起 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是哪样的人 以前你看到了 那个人 他有暴力倾向 你不觉得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会没有安全感吗 你们只见过两次面 说了几句话 相处了几分钟啊 你凭什么就以为 他是你认为的那种人啊 那你跟他相处的时间 比我们俩的还长 我知道你为什么结婚 当年是我辜负了你 你一气之下被逼无奈才结的婚 我也知道你现在还接受不了我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就是想要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是 我现在做什么 你可能都觉得是错了 但是换成是你 你想一想 你能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就这样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一个 莫名其妙的人身上 你告诉我 这样幸福吗 龙聪 你怎么办 爸 慕叔叔 好久不见了 家书 你还好意思回来啊 我们就是谈个生意 谈什么生意啊 跟他们家有什么好谈的 回家去 莫叔叔 您回家消消气 慢走 来 再见 去跟我 坐 干什么 老板 不告诉我们 是怕我担心 也是有所犹豫吧 外婆 我 我懂 毕竟是爱过的人 怎么可能完全变成陌生人呢 是吧 要不 要不这次合作 就让你爸和全叔去处理 外婆 我可以处理好的 你要相信我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我只是 刘青恐怕要急得跳脚了 外婆 你说 人生怎么这么复杂 有些事明明已经过去了 不经意间还是会来缠着你 就是这样才有趣啊 傻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怕了